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即将开始 请大家关掉所有响流装置 多谢合作 还有后面的朋友都可以邀请大家坐前一点 一起去欣赏我们以下的讲座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遥中意文化馆 举办的以香港的前世今生作主题的历史文化讲座系列的第四场讲座 心系故乡 香港作为出阳华人与故乡联系的书楼 我们都非常欢迎现场各位的朋友 以及我们网上线上的朋友 一起参加今次的活动 我是今日的大会斯娅天 我来自遥馆 都给点掌声现场自己的朋友 还有网上的朋友 谢谢 大家刚才都在我们短片 见到遥馆的历史和服务范围 到今天遥馆已经是十个年头 为庆祝遥馆开馆十周年 以及特区政府成立25周年 遥馆特别呈现今次的历史文化讲座系列 活动横跨2022-23年 衷心感谢五杰仪持基金 和五福持持基金赞助今次的讲座系列 也要感谢教育局和岭南大学文学院 支持今次的活动 讲座内容包括历史、经济、民生、文化管理、文物保育等等 让市民了解民生百态 也都希望今次这个讲座系列 让大众对历史和文化当中 了解香港过去的变迁、盛传和发展 一方面可以从历史中学习、监古资金 啟发市民对未来的想像 另外一方面也提升大家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观 更加热爱香港和祖国 在这里也值此机会 多谢今天出席的众嘉宾 包括有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崔耳雲博士 给掌声 多谢 另外有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 姚中仪文化馆管理委员会主席 李卓芬教授 多谢你教授 接下来是姚中仪文化馆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黄景强博士 给掌声 亦邀请我们有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 黎永昌博士 多谢你博士 亦有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 苏在的博士 接下来有姚中仪文化馆行政总裁黎叶荣先生 亦有本广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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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今天的讲座嘉宾闪教授可以到座上 可以一起和我们拍一张大合照 也都邀请闪玉宜教授准备 大家一会看镜头先看镜头笑容 我们拍两张 第一张刚才讲的笑容 第二张我们给个like好吗 好 邀请闪教授都就座了 麻烦摄影师我们看镜头 各位给个笑容 好 准备一二三 好 另外两位先坐 好 这里是手机的 我们拍第二张就给个like 好 到了第二张的 第二张我们给个like好吗 好 我们拍一张 好 这里 一二三 好 还有这一部是相机的 好 多谢各位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邀请姚中仪文化馆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兼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崔以云博士 致欢迎池夹 有请崔博士给掌声 先教授 李主席 各位嘉宾 各位线上线下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各位参加 姚中仪文化馆十周年历史文化系列讲座 今天的讲座是由香港历史博物馆专家 榮裕顾问前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玉仪教授主讲 深系故乡 香港作为出阳华人与故乡联系的书楼 姚中仪文化馆前身是荔枝角医院 是首批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 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六个建筑物的其中一个 在2009年 以传承及弘扬中华文化为终止的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 是以香港文化传承为主题 成功地申办了荔枝角医院经营 将荔枝角医院活化和再利用 其后获得政府和姚中仪教授的同意 将活化计划命名为姚中仪文化馆 这个活化计划的工程在2012年分阶段完工 下区首先启用 刚刚到现在今年就是十年 大家现在身处的是中区 我们开幕的首先就是在下区开幕 中区和上区在两年之后陆续完工 经过活化之后 姚中仪文化馆设有文化旅社 展览厅 演艺厅 演讲厅 禅修室 活动和餐饮等等的场所 逐渐成为香港市民所认识 成为香港一个具有特色和有如城市六周的地方 集教育文化艺术历史活动 度假休闲的场所 深受大众 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 为了庆祝 中区遥馆开馆十周年 我们特别地精心策划 推出以香港的前世今生为主题的系列讲座 请来了不同范畴的专家学者 从历史 文化 经济 民生 艺术等等方面 去了解香港过去的变迁和发展 从而认识香港与祖国的关系 香港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 在开港之前 首先容我邀请姚中仪文化馆委会主席 李卓兰教授 为我们详细介绍今天的主港嘉宾 显玉儿教授 请李教授 多谢崔文博士 有请 姚中仪文化管理委员会主席李卓兰教授 为我们介绍一下显教授 李教授也是显教授多年的同事兼好友 好 我们将时间交给李卓兰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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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四号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天 在美国和北美洲就叫做感恩节 即食火鸡的感恩节 我们特别感恩的就是能够请到 显玉儿教授今晚做我们香港市的主港嘉宾 我和李卓兰教授做同事都多年 大概都知道他是在香港市方面 一个非常结出的学者 早年他就在女拔税毕业 接着就在香港大学一路读到博士 那在我们学界呢 我们怎样称呼显教授呢 用大学那个名词呢 叫做A very solid researcher 你不知道听不听得明白这个话 就是非常之有料 非常之有份量 非常之认真的一个学者 他长期从事近代中国和香港史的研究 著作非常之丰富 也得到学界一致的好评 包括各种的奖行 他除了研究和教学之外 他也曾经担任过香港大学的 亚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就 那个研究中心 对香港史的研究 和香港经济的研究 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小教授呢 特别是曾经负责过一个很重要的 香港私要project 叫做Hong Kong Memory 你都可以估计到所谓Hong Kong Memory 就是将香港的历史记录下来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好 沈教授的著作 有不少是用英文写的 譬如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 他的研究范围 包括移民史 香港早年是一个中国人移民海外 一个重要的转口站 另外他对慈善机构的研究 譬如《东华三面》 这些也是非常之重要 当然对文化、对传媒、对社会 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著作 比较代表的著作包括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ong Wa Hospital 就是《东华三面》的早年的历史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中国移民海岸 这个和我们要终于文化馆的早年历史 都是可以挂上号的 19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地方曾经是珠江三角洲 乃至北方有些华人出去打工的时候 在这里做检疫的 一大部分去了南非做抗工 这个也是文化馆早年的一个重要历史片段 另一本先教授的重要著作 就是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这本书是不但得到好评 亦都得到很重要的奖项 又有一本《The Bank of East Asia, A Century of Innovation, Progress and Commitment》 这个主要介绍东亚银行历史 大家看到 对象教授的这些著作都是用英文写 我们提到他 是一个非常坚实的 一个优秀的研究的学者 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学者 他对香港史的研究 就令到我们今时今日要编香港地方志的时候 就要借重他的重要经验 他现在是香港地方志的编审委员会的一位召集人 他亦都负责这个地方志的英文版的出版 这个地方志不是一本书 是七十本很厚的书 你想想要将它译成英文 那个工作量是相当大 第一卷已经出来了 亦都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口评 这些工作都是在选教授的带领之下完成的 所以我们说他既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 亦都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学者 好 我们今晚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宣教授和我们做这个博客 多谢大家 谢谢李教授 在闪教授讲工作之前 我们邀请李教授留步 我们有一个设送纪念品的仪式 邀请李教授和邱伊云博士一同颁证纪念品 给闪教授有请三位 给掌声三位好吗 我们特别有一个纪念品可意思的 我们挑选了一系列香港情怀的画作 好 和闪教授过往的一些经历和他的一些研究口相关 就是和香港历史有关系的一个礼物 希望他喜欢 好 我们再看一看镜头先 好 在这里多谢邱博士和李教授 请两位开先就座 我们现在将时间交给闪教授和我们主持以下的讲座 我们各位朋友给点掌声 闪玉言教授好吗 谢谢 各位好 我今天就会讲这个 关于香港的 特别是香港的同乡组织 作为对海外华人和故乡联系的枢楼 我今天讲的大概的 大纲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未讲之前 我就想看下大家对同乡组织有认识多少 我想问下大家在座的有多少位是有参加同乡会的 有没有是一位有没有一些是读过同乡会的学校的 香港很多同乡会的学校 其实同乡会在香港曾经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很多同乡会 慢慢经过时间的转变 经过社会的转变 同乡会曾经一度是比较适味的 但是始终在香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时时都是风回路转的 当你以为有些机构或者有些事情是会释微的时候 它忽然间又会升出来 我稍后会讲一下香港同乡会 在那么多的百多年的历史里面 又升又跌又起又浮 这个也是反映出香港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对于同乡会的组织 同乡的组织是很熟的 因为我由小至大 很小的时候已经是和同乡会有接触的 我爸爸是很热心搞同乡会的 我们是保安人来的 很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 我是广东省保安院洪田村的人 这一来就是我爸爸教我们 你是保安人 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客家人 你又说你不是客家人 因为保安有很多本地人 也有很多客家人 我现在乡族的意识是很强的 而且排外意识也很强的 我们一定要记得 同乡会是团结 同乡的人也是排斥 不是同乡的人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我小的时候 我1948年出生 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是40年代的后期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间 那时候很多时候要填表的时候 第一就是填姓名 不是显玉宜 第二就是填直观 所以当时的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直观是什么 我爸爸教我们我们是保安人 不是客家人 我发觉原来真的 很多时候我告诉人 我是保安人的时候 接着那句就是 那你是否是客家人 我当然说不是 其中一个问我这句话的人 就是罗香林教授 我突然告诉我 我跟罗香林教授的对话很精彩 因为他一问我 我说不是客家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 That was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长期以来 这个家乡的观念 对家乡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里面 是根深砌故 那大家都懂这首诗 弟弟都懂这首诗 那最重要 我今天要指出就是 那个诗香这个情怀 那我想在中国的很多诗词里面 都有这个诗香的情怀 是表达出来的 那当然一个人 就是离乡别井 从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始终是会思乡 但是也会觉得很恐惧 和没有安全感 现在就算我们旅行 去到一些不熟悉的地方 尤其不是英语系的地方 都会很多时候觉得 怎么办 以前的人当然也没有Google Translate 你去到不懂得说 就不懂得说 所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会觉得很失落 当然不可以 天天写诗都没用 是吧 始终有很多现实生活的问题 是要处理的 所以 怎样处理这些人生路不熟的时候 所面对的问题 因为独在以香为以黑 一个人去到一个新地方 最惨就是不懂得说话 你去到 因为我还要记得 譬如我说回二三百年前 四百年前 五百年前的中国 那些方言的范围很窄 就是中国的很多很多地方 有很多不同的方言 甚至是知道文初的时候 我记得我爸爸说 隔离村有时候都听不懂 或者如果在在有中山人 龙都人 龙都话就很多人 很多中山人都听不懂 所以那个方言的范围很窄 变成了你去到一个外面的地方 真是如果他不是隔离村的人 或者不是你的村人 你都说不通 鸡和鸭说 所以最重要是怎样 最重要是找回一些同声同气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说同声同气 但是在那个时代 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找回一些同声同气的人 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正如我所说 那个方言是分得很细 而且是没有普通话的 没有一个语言是全国都懂的 当然中国写的文字是华一的 但是讲话是不同的 你不可以下下写字 而且不是那么多人懂写字 所以有些人就会 看到有同声同气的人 自己乡下或者是自己省自己府的人 就会合在一起互相照应 通过一些尤其是有一些 有领导才能或者是能干 有钱的人就会站出来 就会搞一个同乡会 一个同乡的组织 就是我们这班人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们就组织一个 以前就叫会馆 就是同乡的人 属于一个会馆 很多时候就是一些精英 有时是很成功的商人 得高网众 有些是做官的 他们搞一个会馆 给大家都 因为同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可以团结同乡集中资源 而这些资源 除了钱之外 还讲到人物的关系 人物很重要 社会地位 有几个同乡组织的领导 它就可以装大整个组织的力量 和整个同乡的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根据学者的研究 在南宋的时候 中国已经有同乡会 这些同乡会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称号 有时是叫会馆 有时是叫公所 有时是叫同乡会 香港也有很多商会 或者是联谊会 他们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协助在外的同乡 守护相助 排难解分 联络乡仪 遣送一桥 检运先游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离开保安的人 去到譬如上海才算 那我就会找回上海的保安人 那我就会依靠这班人 失业的时候 我回到同乡会那里 通常同乡会都有宿舍 给一些失业的同乡 是可以去那里记住的 或者病的时候 有同乡去照顾你 如果病得很重要的时候 也会有同乡组织 就会负责送你回乡 在同乡乡 有时就从一个比较 心灵上的层次去看 你可以去到同乡会 听自己乡下的音乐 潮州音乐 或者是听广东音乐 所以以前上海的广东人 是很喜欢听粤剧 请很多大的班上去表演 有很多大老官 譬如施角仙 陈飞龙 即是陈宝珠的父亲 罗家拳 罗家英的父亲 马斯增 他们都是在上海那里 留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且在上海那里 有机会和那些京剧 是大家互相切磋 所以是大家学很多东西 所以很多 那时候讲的 粤剧改良 就是在京剧那里学东西 亦都是在上海那里 吸收了很多西洋的元素 进去广东粤剧那里 所以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广东人很大人看粤剧 所以就令到很多粤剧团 都在上海那里表演 而且是最好的班上海表演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 因为上海的广东人有钱 上海的会馆最早就是 哪些人搞呢 就是唐景昕、徐潤那些港东人 因为很多时候就看下 你那个 at that moment in time 你的同乡人有哪个叻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历史的偶然 没得争辱的 我稍后会再讲一下 譬如香港的同乡会 有些什么同乡会 那些同乡是最叻的 他们也会是最强的同乡会 就是听音乐 看大戏 吃回家乡的菜 潮州人吃回潮州的菜 上海人吃回上海的菜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看笑这件事 另外就是打麻雀 很多联谊会 很多人就说 这些联谊会没有什么用 某乡的联谊会 那些人上海打麻雀 但是我们不要看低打麻雀 这件事 或者下棋 什么都好 就是一帮人可以聚在一起 去做一些表面上好像很无厉害的事情 其实这个联谊是很重要的 大家去认识 大家去建立这个信任 这些都是对日常的生活 或者做生意 或者做官是很有意思的 还有如果去到同乡会 就可以听到乡下的消息 我们记得那时候 又没有电台 又没有电视 又没有E-mail 又没有Instagram 什么都没有 那个是 譬如我们说清末 那才算 是一个消息很不灵通的时代 所以很多的消息 就是在同开会里 会听到回来 那譬如乡下有哪个人 有个新官上任 那是哪个人 或者是哪个村 和哪个村争地 关不归你事 你都想知道 是吧 或者是有没有新的政策 要行的 或者是有些地 大家欠地 或者是有些新的税行要交 那这些都是你在外面 你都很关心的东西 还有很多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八卦的新闻 你都想知道 哪个家里欠家产 哪个老婆走了老 这些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很想知道 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发觉 我那时候去到多伦多 为什么这么多人 看回香港的八卦雜誌 原来那些人离开了香港之后 仍然很想知道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尤其是那些越八卦的东西 越多人想知道 所以同乡的组织 在一个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资讯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 凝聚了很多人 凝聚了很多感情 凝聚了很多实际的资源 要做起事上来 就很容易做 而且他刚才看到 他有两项很重要 就是显宋一乔 还有检魂仙游 即是有人在外面过了身 将他的遗体送回家 这个第五项 稍后我会更加详细地 讲给大家听 这个也是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活动 稍后再讲 很重要的活动 稍后再讲 他们可以在自己家乡做官 一定要离开自己家乡做官 他们要回避 因为中央政府不想建立太大的势力 所以他们一定要离乡 所以广东营一定要不可以 至少在医院、省、府等高级行政架上 是不可以在自己家乡做 所以一定要出去 做生意 一定要出去 有些人做小买卖 但也有很大的商人 都是要离开的 尤其是到五号通商之后 和后来有些后岸 很多 尤其是广东人、中山人 很多人就出去 跟着那些游行去做 做买版 考功名 如果你要考很多事 你要又做秀才 又做举人 又做进士 你每一次考 你都要去一个地方考 不是你自己的乡下考 或者你要去那个虎城 或者要去省城 当然最后 如果你要考进士的时候 你要去北京考 或者去京城那里考 所以这些是built in 就是这些人一定要走来走去 那些是做工人 以及江湖人物 我们看省少少都知道 就是这些人走来走去 或者你看老产游基 很多人 A lot of people were on the road 所以 中国的人口 当然我们个人都说 父母在堂不远游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其实很多人是远游 很多人是父母在堂 都是远游 这个是 文化的渴望是怎样的一件事 但现实生活就是你要离开乡下 而这些同乡组织 亦都是不同等级的 有省的 有府子 有员 有乡的 那待会我们会看一看 这些不同的单位组织 我刚才讲上海的港少公 港少汇馆 这个就是两个府 就是广东府 我剛才說在上海很多廣東人 很有勢力的廣東人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山莊 這山莊是用來撞廣東人的墳墓 或者是義山 然後就是上海廣兆工館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在四個年之後 很多這些會館已經是適美的 而且那個建築本身是很破落的 但是最近就因為 將它們變成做非物質文化的遺跡 或者將它們變成旅遊的景點 所以很多不同地方的會館 又再將它重修 甚至有些是重建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廣兆會館 就是重建的 即是很新正的 廣兆會館是非常有勢力的一個會館 剛才說人們看粵劇 很多會館負責請大班上去表演 這是昆明石瓶會館 我們可以看到是很漂亮 而且是很精緻的 你可以看到四張照片都是昆明石瓶會館 有一次我去昆明就當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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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 他覺得為什麼這麼漂亮 他寫著石瓶會館 當時十幾年前 見到那些人在那裡拆 把很漂亮的門一塊一塊拆出來 我就問你是否要拆樓 他說我們不是要拆樓 我們要重修 重修會變成飯店 所以現在你看這個 就是石瓶會館飯店 他也保育得很好 這個昆明石瓶是在雲南裡的一個院 他們的院的人去了昆明 就成立了這個會館 大多都是讀書人去考試的時候 在那裡聚腳 這個是青島的三江會館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叫他們上海人 其實就是長江下流的幾個一群地方 常屬蘇州那些地方的人 三江人比較少去東南亞 但是很多去日本 還有中國的北部很多三江人 這個是天津的廣東會館 廣東會館是很… 廣東人都很厲害 真的很大勢力 天津會館我們去看它下面有一個舞台 就是專門用來組戲 很多會館都有舞台 舞台是他們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feature 下一幅相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這個就是在北京的廣東會館拍的 就是在廣東的漢林 就慶祝戴紅池入閣合影 相片裏面有兩個人 是特別要右邊… 右手邊起的就是… 其實這邊起的 就是賴濟希和朱宇珍 當然賴濟希對我們香港來講 香港大學來講是很特別的意義 因為香港大學的中文學院是它成立的 他們那群圍佬也都在香港做了很多… 在文學上和學術上做了很多很大的貢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北京的廣東會館主要都是官辦的 因為在北京做官的人很多 然後是四川的自貢市裏面的西巡會館 西巡就是陝西的西邊 曾經在清朝入關之後 在1966年的時候 很多人口是要遷移的 可以知道在海邊的千界 但是在內陸也有很多千界 將一群西巡的商人的鹽商 他們多數是做鹽商 就將他們撥進四川那裡 當然鹽商是在中國社會裏面 很大勢力的商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會館也都很厲害 很宏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會館他們要彰顯 或者要表現到他們的地位是很高 他們的勢力很大 就會建一些很輝煌很宏偉的建築物 有些是歷史很悠久的 但是有一些是到了1949年之後 當然是色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叫做四名公所 四名公所是上海的寧波人辦公所 你可以想像上海的寧波商人幾有勢力 他們做很多事 但是其中他們最重要的是 將自己在上海過了新的寧波人 將他們的遺體送回鄉下 所以他們有很多疑妝和疑山疑寵 有一個個案是他們在那個地方 後來就變成了法租界 就和法租界的政府打官司 因為爭地 這個官司令到外國人覺得 原來這些中國人這麼兇 是一個很功功烈烈的事件 國內的同鄉會很多 但是到了18、19世紀的時候 很多華人就出洋 華人出到外面的時候 一樣是離鄉別井 一樣是會私鄉 一樣是會面對很多實際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將 國內的同鄉組織的概念 帶到海外 而在外面就成立這些同鄉會 當然他們在海外面對的問題是不同 有些是同有些是不同 其中不同的就是 在外國的政府很多時候 他們對中國人是壓迫得很厲害 所以很多這些會館 即在海外的華人會館 是要爭取華人的福利 第二也是離開很遠 所以很多方面的服務 都是比較困難 尤其是這個回籍安葬 即將那些遺體送回鄉下的安葬 那個工程就更加大 十八十九世紀的同鄉組織 這是第三部份 十八十九世紀出揚的人多了 又去南洋 即我們叫東南亞 今天叫東南亞 北美洲 南美洲 中美洲 澳洲 新西蘭日本 很多地方都有 他們也是組織了很多同鄉的組織 這是墨爾本 四一會館的關帝廟 很多時候 去到外面的 國內都是 很多時候 同一個鄉下的人 他們就會建一些廟 關帝廟也好 天后廟也好 觀音廟也好 是被其他人拜的 但是是他們自己人建的 而在這個墨爾本和關帝廟裡面 另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個大廳 就是每個都可以在那裡拜 大紅寶殿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 在他們旁邊有一個 side chamber 是擺他們四一人的神主牌 擺到堆到像山一樣 他們現在 那個同鄉會一直都想 計算一下 或者是做一些 filing出來 就是做一些名單出來 都是很難的 因為太多太多 堆到像山一樣 這個要照顧先人 即同鄉人的神主牌 是他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這個是Sydney的四一關帝廟 這個是長期的福建會館 也是翻新過的 在華人街 是華人街 下面他們 這個福建廟裡面 有兩個環面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桑梓萬里 寫明是哪年哪日 福建會館 是華人的 當然從香港出去的華人 很多就是去金山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是1868年 幾個廣東人的會館 是做了一個統計 就是每一個鄉 或者有多少人 我們要看看 第一個就是三一 其實是會館的名字 就是三一會館 就是南潘順的人組成的 有沒有南潘順的人在這裡 第二個就是江州會館 就是新會、欣平、學山 有沒有人是 還有沒有人其他 楊和就是中山 東莞和珍城 主要是中山 和東莞 領洋就是台山的 那麼台山也走來走去 所以他們除了領洋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協吉 也叫人和 就是客家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 統計出來的 就是每一個會館 他們的同鄉 有多少人到了 有多少人回鄉 還有有多少人死的 其實死的人數非常之高 應該我們會再多些說 這個死的問題 死了之後怎麼辦呢 這是三藩市早期的領洋會館 今天三藩市的會館 都是很活躍的 有中華會館 三一總會館 楊和總會館 順德行和堂 正如我們說過 主要有六個大的會館 六個不同的同鄉的會館 後來就把這個同鄉會館 這六個同鄉會館 他們又聯合在一起 就叫做六大公司 然後六大公司再改名 就叫做中華會館 所以這個中華會館 今天都有 但是中華會館 它有之外 每一個同鄉 也是有他們保存 他們自己的同鄉的組織 三一總會館 但是三一之下有順德 又有潘如 又有南海自己 也有會館 所以那些組織是很重疊的 但是每一個組織 也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那些關係也挺複雜 除了金山之外 也有很多人去南洋 這個是檳城 檳城的廣州府 檳城其實是很fantastic 我想Joseph就是零零下頭 有一條街 整條街都是中國會館 中國人的會館 而且保存得很漂亮 因為他們這十年八年 就很注重那個保育 我前幾年去 很多都還在裝修 而且很多學生去參觀 是很難得的 所以現在他們開始發覺 原來我們有這樣的會館 是可以反映登城的歷史 華人的歷史 而且給學生一個很好的教材 是越南 胡志明市 潮州爾安會館 另外是越南匯安 匯安是很多中國的建築遺跡 很好玩 另外就是曼谷的潮州爾山禮堂 當然潮州真的太大了 如果只講潮州 我們今天講的也講不完 但是潮州當然 它在東南亞的勢力很大 在曼谷的勢力也特別大 它爾山佔很大很大的面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海外的同鄉會 和國內的同鄉會的 很多的功能都是很相似 當然也有它不同的地方 講到這裡大家沒有問題 有什麼想問 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就繼續講下去 我再講回香港的同鄉會 香港的同鄉會 開放議 沒多久就已經有了 就是1840年代 有一個叫新安會館 如果我是當時的人 我就會屬於這個新安會館 因為新安其實後來就變了保安 但是不知道 對這個會館的認識不是很多 但是多數都應該是 那些人來打工 找認識的人 是自己組成的 當然 新安會館在香港成立 都順理成章 因為很接近 其實香港 我爸爸一路 我很小的時候 爸爸已經說 其實香港都是保安一部分 香港 保安本來是挺大的 先是隔了香港島 接著又隔了九龍 接著又隔了新界 接著又隔了深圳 所以保安本來是挺大的 現在只剩下一個角落頭 我的鄉下就是這個角落頭 所以我仍然是保安人 又不是深圳人 新安會館是最早的 但是慢慢很多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都來香港 亦都成立了很多不同的同鄉組織 一來就是有人來做生意 有人來打工 亦都有很多人通過香港出洋 所以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轉口港 四通八達交通方便 所以亦都是香港 國內和國外的人 保持聯繫的一個很好的中心點 香港的會館有大有小 有很多歷史很長很悠久 亦都是有些比較新 亦都有很多是已經不再存在 我現在就會順時序 大概是說什麼時代 哪些會館是最普遍的 早期的同鄉會 多數是以拜祭先人為主 尤其是一些喪葬的事 是處理人死後的事 很多時候我跟一些年輕人說 他們都不太明白 但其實華人 老一些好像我那樣的華人 對死是看得很重要 怎樣去處理一些死後的事 是很重要 我待會希望可以說到這個事實出來 很多同鄉人 他們要處理同鄉死後的事 要確保清明和從洋人去掃墓 有人去祭 有人去拜神 去拜 所以早期的同鄉會 都是以這個處理喪事為最早的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堆這些同鄉會 都是19世紀的時候組成的 香港就很不幸 因為我們就沒有好像檳城 或者沒有檳城那些 這麼宏偉的建築物留存在 我們沒有一間同鄉會 沒有一間同鄉的會館 或者建築物是今天流傳的 我們新界可以看到祠堂 看到書室 但是我們看不到同鄉組織的建築物 我們看到一些什麼遺跡 就是這個順德兒寵 一個兒寵就是 通常一個同鄉的兒寵 就是一支順德人 他將自己先有的遺體放在一起 就叫做一個兒寵 就不知是誰來的 很多時候 名字都沒有 譬如打完風 或者是風災、雨災、水災 就會 我知道有很多順德人過了身 我們就假裂 將它埋在這個地方 就叫做順德兒寵 我們來這個順德兒寵拜 就拜了這麼多人 是武名士來的 這個順德兒寵 就很可憐 他是在摩星嶺裡 一間屋 就是一個 在行人路旁邊 你看到鐵絲網 我想很多人走過 今上不知道有順德兒寵 這個是我1980年代 我當時是很熱心 很大忍找這些遺跡 所以就找到這個順德兒寵 這個是南海鮮有枝墓 都是沒有名的 不知是誰 這個南海鮮有枝墓 就是在華人墳場裡面 但其實它是沒有華人墳場之前 它已經在 所以華人墳場的紀錄是沒有它的 即是它Predate這個華人墳場 我們看到南海的人 是相當有勢力 這個墓很大 而且現在都 時時都有人去掃墓 所以保持得很好 另外就是東莞才有枝墓 也是在華人墳場裡面 它裡面 那個框那裡 就有三個字 就是東義堂 因為東莞同鄉會 或者東莞商會 它們下屬下 有一個叫東義堂 是專門管這些墳場 或者喪葬的東西 那這個是增淫 增成二寵 有沒有人增成人 這個二寵就是在 穆多利 CF和我天天都經過這個墳場 但是它不是在墳場裡面 它是在山裡 所以如果你不認識 你不知道要怎麼找它 這個更厲害 這個是香泥三山二寵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火水罐後面 這是不是叫火水罐 就是在波星嶺 舊的士美飛道那裡 如果你駕駛 或者走路 你走過 你不知道看不到 是 我講一個時候 很喜歡通山去找這些 這些 你看這個圈裡面 中間那裡寫著 同志任新年 就是1872年 聯義堂直視 許做文立 這是三山二寵 三山其實就是三造 三造是一個島 就是在中山珠海 近澳門那裡 很多海源出洋 這個聯義堂其實是一個海源 就是中山的海源 行選的人 一個組織 有一些二重在旁邊 所以旁邊那裡寫著 三造工房 安南軒 和安別墅 這些都是那些 中山縣 三造人 他們自己搞的一些不同的組織的名字 這個是三水二寵 三水二寵 都是摩星嶺 他就幸好 因為三水同鄉會的人 是很熱心 是時時去拜的 連年清明 從樣都會去拜 所以也是打掃得很乾淨 所以我們要看香港 很不幸地 我們要看香港的 同鄉組織 早期同鄉組織的遺跡 很可惜就沒有一些很宏偉的 建築園給你看 因為我們真的剩下來 就是這些 兒寵、兒山 這些事情 請教授問一下 怎麼解決到摩星嶺的範圍 以前是叫做墳墓街 以前是墳墓街 因為後來政府就要人搬墳 搬去別處 即是要Urban Development 要建東華醫院 建其他東西 逢竟又要建 城市設計 城市重建 或是城市發展的時候 就會將墳墓 將這些不用的東西搬 搬下搬下 越搬越遠 我想如果摩星嶺要重建 我想都有很多墳墓 又要再搬 可能也是很風水都不掉 我不知道 不過總之三水二重就很幸運 就很幸運 這個 被火水罐遮住了 但他們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歷史遺跡 因為我們看到他們就知道 當時是有這樣的組織 是做過這樣的事 亦都是讓我們知道 其實華人對於處理死亡是很重視的 在香港除了這些什麼堂之外 亦都有一些 那些都是商人 通常都是商人搞的事 但亦都有一些是真的商人的團體 其中一個早期的潮州商人團體 就叫做聚禾堂 他們是南北行裏面的潮州人 是他們自己的一個組織 後來 就到了1900年那樣 就開始流行一些叫商會 它有它的歷史背景 我現在不詳細說 我們可以看到 從1909年至1940年 是成立了很多不同的 差不多每一個鄉下的人 都有搞一個商會 有四一 有潘如 三水 信德 新會 差不多每一個縣 都有自己的同鄉會 你們可以對號入座 你看看你屬於哪個會 那些 我就是保安商會 現在保安商會也是在這裡 如果你去六月喝茶 你去到六月之前 你又見到保安商會 早就知道了 第一個就是四一商會 這個四一商會 就有1909年辦 你的四一商會 就從香港政府的角度來看 就不是很生性的 因為他們除了 理他們自己商會的生意之外 就很支持孫中山革命 他們其中很多是華僑 你可以知道四一人 所以香港政府就覺得他們很搞事 整天都 我不想說追殺 整天都看著他們 就是因為他們 政府後來 就攀佈了這個 社團條例 所以如果你可以結社 但是你結社 你一定要註冊 你註冊的過程裡 你會把你的董事 什麼藉事 什麼藉事 什麼那些名字 都要給政府 變成政府是可以 監管著你們 如果覺得你的行為不檢的時候 就可以隨你的牌 叫做 所以 這些同鄉會 都要守規矩 因為政府是看得很緊 我們今天的社會議員 最近的社會議員 都很輕聲 這個社團條例 其實就是在那時候開始 1911年開始 這是1911年順德旅港工商總局 這就是在報紙上登廣告 叫我們順德人 我們現在1911年是剛剛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之後 武昌起義之後 很多地方都亂了大陸 所謂有個新政府 但是新政府也很無能 這個新政府就呼籲 你們自己弄好 你們自己鄉下的治安 這個順德總會就宣佈說 我們要想一下如何處理 弄好我們自己順德的治安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商會 其實做很多和做生意沒有什麼關係的事情 尤其是他們很關照 很留意和很小心 很維護自己鄉下的福利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治安問題 這個就是學生人 我們要開個會 請各位同仁出現 我們如何處理學生的治安問題 亦都是因為新政府 因為武昌起義之後 各個地方都很亂 這些學生商會 後來就在香港買很多槍械 拿回去給一些人 用來做自己保衛用 因為他們說很多盜賊 當然後來又有軍閥 那時候真的鬧那麼大 廣東各個地方都鬧鬧 我想讓大家知道 這些同鄉組織的功能是很廣闊的 而且他們做的事很多 是很多種類的事情 另外有一些同鄉的組織 就是給一些專業人士 譬如有些是遊七的 有些是海員的 有些是海員的 尤其是海員行選的人 他們有很多所謂的海員宿舍 是紛紛直貫的 有些是中山的 這一間是義和堂 是客家的 我十多年前 他們這個徵訊錄 裡面有些會規 應該是誰可以 你來住 又要應該怎樣怎樣 他好像是在波蘭街 那我就80年代 那時候走上去 自己踩上去 很多那些八一公在那裡打麻將 當然打麻將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都說 打麻將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聯誼的方法 他們都是客家人 所以大家有很多人有標 有沒有一個較好 哪一個是keep time的 哪一個是keep time的 哪一個是keep time的 在香港亦有同鄉工會 其中一個叫做潮州工商會 這個潮州工商會的名字比較特別 因為最初的時候 他們都是潮州有錢人搞的 但後來他們想撇開這個資管階級 所以他們自己比較平民化就改為潮州同鄉會 其實潮州同鄉會是工人階級組織的會 另外有南鎮同鄉會、楊剛同鄉會 這些都是由這個時候開始 比較多用同鄉會這個名字 而同鄉會多數都是比較平民化 有些是以工人的利益為主的 抗戰時期 有一個很出… 即是同鄉組織 香港… 抗戰時期 很多人從其他地方來 香港的… 由1937年開始 人口由60多萬 一直到180萬 這是1941年 即是日本侵佔香港之前 多了百多萬人 那幾年之間 所以有很多很多問題出現 那些工會 也有很多新的同鄉會組織了出來 但是… 這是1937年 在上海來到香港的難民 所以很多新的移民來到 也需要同鄉去照顧 特別是一個很… 大家都聽過的蘇折同鄉會 他就是1942年成立的 他主要就是處理一些… 那時日本政府是覺得 香港根本上養不起那麼多人 因為很多人餓 也不夠吃 所以很想那些人回鄉下 所以當時很多同鄉會 日本政府就叫同鄉會 麻煩你們幫同鄉回鄉下 即疏散 不要全都留在香港 因為我們根本上 沒有辦法支持這麼大的人口 而蘇折同鄉會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時期 很多在上海來的人 蘇折同鄉會 就是在這個時間成立 特別是為了要幫他們自己的同鄉會 有些是遣返 有些是救濟他們 所以香港要講明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同鄉會 有大有小 有些時間是維持了很久的 有些維持了很短的 亦都是因為不同的時代 有不同的同鄉會出現 不同的時代的同鄉會 有不同的功能 反映出這個時代的變遷 和一些同鄉組織的適應力 亦都是可以說不定 無論什麼的時代 這個同鄉的認同 這個意識 同鄉意識 我們對這個 某一個鄉下的歸屬感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情懷 好了 現在講下一部份 就是香港作為同鄉 聯繫家鄉 或者聯繫國家的樞樓 有三樣東西特別是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回籍安葬 回籍安葬就是說 將一些在海外過身的先有的同鄉 將他們的遺體運回到鄉下 令到他們可以落葉歸根 在鄉下撞 第二個就是震災 第三個就是喬漢 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回籍安葬的例子 就是講兩個 潘儒的同鄉組織 一個就是在三藩市的 叫窗後堂 是在那些潘儒人 在三藩市那裡成立的 另外一個就是 在香港的計算堂 亦都是喬儒人成立 我們知道在1850年 184849年 加州發現金礦 很多人去加州那裡沉金 我們有這個沉金熱 很多這些人都是珠江三角洲的人 通過香港去金山 所以香港是 在這個沉金的過程裡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轉口說 到了三藩市之後 有些人上山掘金 有些人開店做生意 就越來越多人 我都看到三藩的潘儒人 人數都幾多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套文獻 是將這個金山的 將棺材或者圍體 運回去鄉下的過程寫出來 而香港這個計算堂 亦都將他們摺 這些圍體的故事寫出來 有很多過程寫得很詳細 亦都有很多資料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是有的 這兩個機構 是做過三個主要的 叫做運舊 運舊的 或者是圓職安葬的exercise 一個1863年 是有258個叫做靈舊 這個靈舊是包括整個棺材 亦都是包括骨霜的 以及259個招魂霜 待會我解釋什麼叫招魂霜 1874年的時候 就是有850幾個 總之三次exercise之後 是總共有1741個這些靈舊 以及86個招魂霜 是由加州 由窗後堂 送回到香港的繼扇堂 然後由繼扇堂 再送回到鄉下 這是整個過程 這個過程最… 一開始就是要在加州那裡找回這些遺體 我們不能假設 每個人都是在三藩市的市中心死的 如果他們死了之後 或者有些是在加州很慌忙的地方 在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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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要去找回… 這個… 窗後堂的人 要去找回一些人的遺體 是很難的 那一個idea就是這樣的 例如在外面死了 最理想就是整個棺材送回鄉下 但是全個棺材送回鄉下 是很貴的 一個很… 你坐船又貴 還有那個… 你保護的那個身體也很貴 那所以他們想到一個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先有人死了 先在本地或者加州或者三藩市 或者Los Angeles Wherever 就先撞了他們 過了幾年之後 就撿骨 那大家也聽過撿骨 撿骨就把這些骨 就放在骨箱那裡 那就… 送回去三藩市 由三藩市送到香港 那這個是一個很長的process 那好了 有時候呢 正如我想說 譬如我們知道 這個潘儒有一個梁先生 或者是一個李先生 我們知道她過了身 那便上去那裡找回她的墳墓出來 可以起回她的骨 但很多時候 我們雖然知道某個人在哪個地方死 但上去的時候未必找到墳墓 或者風吹雨打也沒有了 或者根本上她就… 不知道有沒有人創過她 那便怎樣呢 這樣便招雲 找個茂山師傅去做法事 把這個人的雲 收回來 就擺盒那裡 擺個箱那裡 那些就叫做招雲箱 所以這個招雲箱 they were taken very seriously 所以每一次他們運救的時候 都會講明有幾多個棺材 有幾多個骨箱 有幾多個招雲箱 這些招雲箱也是很嚴謹地 或者很認真地處理 我待會你會見到 因為最終就是 中國人是很相信入土為安 亦都很相信死了之後 要有人供奉 如果沒有人供奉便會怎樣 沒有人供奉便會變成孤雲野鬼 沒有人想做孤雲野鬼 不僅是沒有人想做孤雲野鬼 亦都不想周圍有孤雲野鬼 所以那些同鄉人 是很重視有同鄉死了之後 一定要好好處理他的魂 因為地方要很乾淨 不想很骯髒的 很多的骯髒東西 所以在海外的華人 加州我覺得他們是做得很大規模 因為他們有錢 那些今生的華人有錢 他們做很多個同鄉組織 都很重視他們的 把先有原籍安葬做得很好 我們剛才說有幾多個靈柱 包括棺材和骨霜 有幾多個招魂霜 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過程 其實是很艱難的過程 因為要找人上去找骨 又要帶來加州 又要等船 不是說天天可以有船 可以送回去 又要等船期 有時有些骨要等幾年 才可以回鄉 有時又很奇怪 有時有些骨傷 它太早了 因為快要有船要走 那你立刻要起了它 其實它有些肉癡 所以他們就要用一些晶片封住它 所以什麼情況都有 拿回來香港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計善床 是有什麼人搞的 就是香港那些 番茹的有錢老 即是香港的番茹的有錢老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捐的錢 有錢的捐是110元 沒有錢的捐是20元 在後面捐1元2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些 同鄉的有成功的商人 可以說是有財有勢 或者是物質上比較富裕的人 是可以捐多些 是可以 他們 這個是在計善床 寄東西回來的時候 還要寄錢回來的 因為有很多要處理的事情 都要錢 我們可以看到它又寄金磚 寄金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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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同的形態的金 有些是銀 所以這個是倡學堂和計善堂之間 亦都有很多錢的來往 其實倡學堂就叫計善堂 我們寄錢給你 因為你以後很多事情要處理 在香港買了物業 買了物業 是想著以後 譬如要拜祭 或者有什麼事 就可以拿物業的租 去洗掉它 其實香港很多 那時候的舊的社團 同鄉會也好 中心會也好 什麼會也好 都說醫院也是 一開始就買了物業 這個是以後的支出 都可以靠這些物業的租 所以有些 好像台山同鄉會那些 四一同鄉會 很多錢 因為它很久以前已經買了物業 所以這個計善堂和倡學堂 亦都做了這些事情 就是幫倡學堂 在香港買了一些地 在吳海皮那裡 那麽計善堂收的錢 亦都要開一張單出來 即是說我們的錢 要花的 這是他們的expenses 那麽這裡 我很喜歡講這一部份 那些棺材和骨箱 來了香港 那麽怎麼辦呢 那麽要等船回鄉下 但他們未回鄉下之前 就要打照 那麽這就是5月15日建朝的支出 那麽就要見個鵬 起個鵬 大家都看過打照是怎樣的 要找些彈色先生 即藍幕佬來做法事 來藍幕 又要高聲百音 要找人滴打 或者要唱 即有音樂才可以做法事 又要在文武廟那裏給錢 即香油 另外他們又打照應該很多紫紮公子 紫紮公仔 又有很多燈飾 很多東西 那麽他們在佛山那裏做這些燈飾 還有絲綢人物 即是那些紫紮那裏 那麽 那麽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那個 是很講究的 即是不會說 你來到 我把那些箱子扔到船上 就是 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是 所有的法事 都是要做到規矩矩 是做足的 那麽這個過程 可能我們現在不是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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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當時的人 是覺得很緊要 那麽我們說 就是 今天東華醫院的儀裝 仍然是日日裝香 那麽 那麽 所以這些 就是 處理死亡的事 是 是 是 要公公敬地去做的 那麽 那麽我們看到 他們 有很多 還有破地獄 另外 令計的 破地獄 那麽你做很多法事 破地獄又要令計 那麽 那麽所以是很 很大陣仗的 那麽 那麽三日之後 就上船了 那麽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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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幾隻船 分幾個不同的地方 因爲 他們回到潘儀的時候 那麽有幾個不同的路線 分回去 那麽 那麽 那麽還未回去之前 已經通知了潘儀 家裏的人 即是 李莫某君 梁先生 找回梁先生的家裏的人 說 梁先生的骨箱快到了 那麽請你們 來領 那麽 那麽最順利 就是梁先生 家裏的人 來領 有些是沒有人領 因爲 有些人 他們離開了家裏之後 可能家裏有家變 或者是 兄弟不和 大家爭產 總之搞到很多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會發生 那麽所以 好多天 很多骨箱 都是沒有人接的 送到回去 沒有人接 那怎麽辦呢 他們又要另一個處理方法 他們 這個繼善堂 即是香港那班 潘儀人 他就在這個 潘儀的大江 大江腳梅花莊那裏 就買了些地 就製造了一個二寵 那這個二寵 就是說 這些人 是沒有家裏 而我們做一個地方 提供的地方給他 其他人都可以來供養他 供奉他 供奉他 你可以看這個二寵 那個圖片 有藏官 突然有藏銀牌 藏銀牌 藏銀牌的招雲箱裏 就有個銀牌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擺那些招雲箱 有一個名字 寫了一個名字 即是他們都是 處理得很周全 很周全 這是繼善堂的規條 就是繼善堂 香港那班人 清明後六日 就要回去那裏擺 即是規定你又要擺 又要買多少 小豬又要買多少 即是很詳細的 規定是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倡善堂和繼善堂之間 他們做的事都是很大工程 而且兩個堂一定要很合作 才能做得到 而且大家要信任 因為我付這麼多錢 你拿去做其他事情 就不太行 每一個階段 每一步 都是要很多人一起組織的 這就是東華儀莊 可以看到棺材和骨霜 還是大家有一個想法 那些骨霜是怎樣 當然有了東華儀莊之後 很多同鄉的組織 他們混購的時候 都是借東華儀莊 傳放他們的棺材和骨霜 那我要借東華儀莊 這幅地圖 就是東華儀莊 全球華人骨席起雲與接收地 有什麼地方是將骨席寄出去的 譬如Sydney 或者Melbourne 或者三藩市 紅色那些就是寄出去的地方 藍色那些就是在中國 接收骨席的地方 當然它不是很細緻的圖 但如果你看細緻的時候 你會看到多些地方 這個就是接收這些地方 接收這些家鄉的地方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買這本書來看 在東華儀莊 是葉漢明老師寫的一本書 裡面寫了很多很多 很多關於回席安葬大工程的事跡 即可歌可入 另外我要說的是 香港和海外 香港作為一個聯繫 很多時候有些天災 火災的時候就要鎮災 就由香港的同鄉會 呼籲各地的同鄉會 捐錢給鄉下 其中一個曾經最大的震災活動 就是1922年 潮州山頭區那裡 是很大風災死了很多人 香港的潮州同鄉會 就做了很大的貢獻 就是呼籲 尤其是泰國 很多的潮州同鄉會 是捐錢回鄉下的 我這裏不說 下一個我要說的就是 差不多說完了 慎災是很重要的 第三樣就是喬刊 香港是一些喬刊的 出版的重要地方 我這裏有些喬刊在裏 或者待會有時間可以去看一看 在香港出版的一些刊物 就是寄給全世界的 譬如三水人 他們可以看 由看這些喬刊 而知道 而知道鄉下發生什麼事 這是1946年 1946年 剛打完仗 國內就很混亂 很混亂 第一又悍災 這裏是三水的 另外 打仗的時候 還有很多破壞 是未搞定的 所以還要再 很多事要善後 所以這個各鄉冰災調查 即哪條村死了多少人 破壞了多少 有交通概況 即是如果你現在回鄉下 你最好走哪條路 就方便一點 容易一點 還有你要帶些什麼證件回去 這些都是很和日本鬼子的選帳 還有新災 請同鄉救災書 即是說 鄉下好不行 我們需要很多人支持 還有另外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財區並鄉 很多時候 鄉村是會 那個boundaries會改 有時候有兩條村 合成為一條村 就是好像 我經常都覺得 我們有個叫做油尖旺 其實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以前有油麻地 有尖嘴 有旺角 忽然間就製造了一條 叫做油尖旺 所以那些鄉下一樣 有時候鄉要合併 有時候我就拿到你 好像保安一樣 我又拿到你一月 原來保安 原來變了 變了很多 所以這個 即是 僵界的變遷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些開平人 他們離開鄉下的時候 開平人 然後回去變成了台山人 即是很… 很… 很… 是很突然的一件事 是很突然的一件事 所以很多在海外的華人 是很留意自己鄉下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次去開平 譚金花就告訴我 我們走一下去看那些丟樓 走一條街 他說這裏以前是開平的 但現在這條街變成了台山 不… 對… 所以很多時候是有這些變化 但是就… 如果在海外的時候 忽然間變成我的村 不是那裏 已經變成了第二個縣 那就是一個很震驚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想… 沒有什麼時間再說 就是… 香港作為一個很交通方便 和四通八達的地方 資訊很… 很發達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僑巷 都在香港那裏出版的 包括一個是四一僑巷 不知1904年什麼 都是在香港那裏出版的 因為它的 distribution是最容易的 那好了 講到這裏 就剩下幾分鐘 我就再講一講 就是… 其實香港的同鄉會 在49年至到1980年代 就已經有很多是開始釋味 因為和國內是斷了關係 但是到1970年開始 那時候還未改革開放前一點 就已經開始恢復一些聯繫 那… 改革開放早一點的時候 就很多鄉下的人 就走來找香港的同鄉會 說我想你回去投資 還有你可不可以告訴泰國那邊 那些潮州人怎樣聯絡 或者是在菲律賓那些福建人怎樣聯絡 所以香港的同鄉會 忽然間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他們一直都有 和海外的同鄉會聯絡 比如說我想找台山的三藩市那些人 你怎樣聯絡他們 所以改革開放那幾年 忽然間那些同鄉組織的活動是很活躍的 那…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但是… 去到1970年代 很多人以為同鄉會已經是釋味了 但是有峰迴路轉 忽然間回頭又變了很重要 那可以看到這個… Oops… 這個… 順德梁球居中學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協助各家鄉文明建設 70年代、80年代很流行的 就是你回去投資或者回去建設 你起爐也好 起屋也好 起什麼都好 都是幫助這個各家鄉文明建設 那也都通過香港去接觸海外的同鄉 那忽然間就發覺海外很多人就回鄉下了 因為開放了 有些人譬如山水那些 叫人回去吃和花鳥 有些人回去製造 忽然間很多福建人 在新加坡也好 在哪裡也好 回去製造 還有很實在就是回去處理造屋的事 那些華僑那些華僑物業 就要回去搞定它 那現在香港的同鄉會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個全球的同鄉組織 很多時候就是香港大拍戲 那我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 香港進江社團總會 和世界進江同鄉社團 現在很多些世界的社團 客家也好 潮州也好 福建也好 進江也好 進江是福建 但是進江是很激動的 他們是很dynamic 所以忽然間香港的同鄉會 會就變成了聯繫世界全國的 全球的同鄉組織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機關 重要的焦點 始終香港是緊迫中國 這件事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替代到的 所以香港我覺得 又是重新又再發揮另外一種力量 香港和國家和故鄉和故鄉之間 發揮了另外一個 連那些年輕人現在都要聯絡他們 所以我就說到這裏 我想夠時間了 我就說到這裏為止 我很想總結一下 第一就是很感謝主辦機構給我機會講 這個我研究了很多年的破題 我1980年開始 才應該開始研究同鄉組織 我只是講過一兩次是用英文講 中文我是第一次講 所以我很多謝 不是很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我很想大家知道我很喜歡講話 其實我現在經常都想有人請我去講話 Anyway 研究這個同鄉會 有一點是我自己的一個弟弟哥時候 一些記憶 一些很溫暖的回憶 但是研究同鄉會 也是解釋 因為了解中國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特別是 我們要了解香港的地位 香港的角色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研究同鄉會 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希望大家多留意這個課題 謝謝 對於閃教授 對於閃教授 剛才說的一定有很多想問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問答的環節 所以現場的朋友 如果想問閃教授 可以舉舉手 我們有義工朋友可以給你 網上的朋友 你也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你也可以立刻 現場問閃教授 我看看現場有沒有朋友想問問題 大家 後面有一位女士可以給她 第一位先不頭籌問 閃教授 我好奇東華爾莊裡面的棺材裡面有什麼 現在 是不是有什麼 在東華爾莊裡面裡面還有很多棺材 在那裡 但我好奇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敢開來看 我相信是有東西的 好 大家都對這個題目很好奇 好 有沒有其他朋友對於其他的問題想提出一下 我也想知道多一點 阿丁教授懂不懂這個答案 阿丁公 阿丁公 你給他答 你給他答 阿丁公說幾句 有餡的 沒有餡沒有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 其實近年來當然沒有在外地運回來 但是有些人在香港過生之後 可能要撞回鄉下 甚至撞回香港但那個霧還沒搞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歌 何鴻鑫 何鴻鑫幾年前過生之後 他撞在超遠墳場 他要撞好超遠墳場那裡 然後才撞回去 所以 其實這樣的 我忘記了是蔡伯麗還是蔡伯麗的女兒 那一年是不適宜下葬 可能跟她的八字沖的 等一年 所以就放在東華爾莊的天節第一號房 然後一年之後才再下葬 其實東華爾莊裡面全部有餡的 那些棺材是全部有餡的 還有有些棺材是 你會覺得很奇怪的 因為有些很舊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舊呢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 可能她放在這裡之後 發現家裡發了達 那她就不要動它了 其實 你知道我們很多人很相信這件事 就是說放在這裡 家裡居然發了大 那如果你動了它 就不效疏了 所以就算了 有她在這裡 那裡其實有一間房 是一間商人房 應該說擺兩個棺材 那裡應該是擺了過百年 就是有一副棺材擺了過百年 平時就不開門的 我試過有一次看過 那個棺材是雕花的 那個是東話創辦人之一 所以就 其實沒有後人的了 就由她擺在這裡 那個應該是擺了過百年 不知一九零五年 還是零六年過世的 所以就 就是 大家要知道裡面是全部有餡的 一句說了 多謝丁宮的資料分享 好 Kiki 是 我有一個 多謝你的分享 我覺得這個同鄉會這些故事 我們其實很少有機會接觸 但是很有趣 我有興趣知道他們怎樣籌款 有沒有記載他們 其實也有多少錢 那些錢是怎樣來的呢 他們要不要給同鄉會 還是怎樣的呢 通常 這些同鄉會有兩個 可以說是兩個等級的 一個就是一些很有錢的人 拿很多錢出來 另外就是一些普通的會員 都是要給會費 但是那個相差很遠 在海外 在三分次我比較熟悉的加州 比如 那些人去到 上岸之後 找回自己同鄉會 同鄉會就說 你要入會 做你的會員 我們才會照顧你的身後事 如果你不交這個會費 我們就不會理你 這個說得很清楚 其實他們好像是 那些叫做 香港以前都有一些 好像百金會 那樣 好像工會 工了之後 到你百年歸老的時候 那個同鄉會就會出錢 去照顧你的身後事 其實有很多同鄉會 後來要倒閉 就是因為根本上 處理不了 你物價越來越高 但是那些會費 一千年都是 是回10元一年 變成你 是不可以追不到那個物價 而且越來越少人交會費 所以錢是很大問題 通常這個就是為什麼 就是講時也命也 比如這個潮州商會 李嘉誠在這裡 那當然沒事了 比如信德聯義會 你有李兆基 又有鄭月彤 又有何添 又有整班糧球居 那你就不害怕 所以你那個同鄉會的實力 really depends a lot of 你有什麼人在做你的靠山 這些是沒話說的 還有現在 我其實有一件事沒有提到 就是其實現在香港很多時候 是競選的時候 那些同鄉會都走出來助選 這個是 我想我們50年之前 不會遇到同鄉會有這個角色 所以有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歷史環境 同鄉會都可以發揮一些 新的功能 好 謝謝 有請給咪咪 我們前面第一位 先教授 剛才你那個有個圖片 那個東華三軟 那個全世界圖片 其實真的很偉大 很偉大 你真的在Amazon 現在都未必有這樣的網絡 但是我記得到 不止的 但是那裡有幾個得意點 第一個有趣的就是 你記得到譬如歐洲那些 只有三五個丁 這一個圖片 差不多是到了1949年 以前去歐洲的人是很少的 對 好像我們看得到 那個最大的階段 就是新金山 就是舊金山 以及新金山 那裡 全部好像跟金礦發掘 那樣 按個圖片看上來 好像中國人 是一些 很有機會主義者 哪裏可以去的時候 歐洲那些舊錢 找不到錢 不要去了 其實有一點 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那個 舊金山和新金山 因為多數那些是廣東人去的地方 南洋多數就是福建潮州人去的地方 也有廣東人 譬如越南很多廣東人 那廣東人是習慣 是有這個刺臟的習慣 就是說 通常一個人過了身之後 就會先撞了 過了幾年之後就會起骨 再撞 再撞的時候 即是叫刺臟 the secondary burial 這樣才製造一個墳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新界 這些地方 你會見到骨骯 你千萬不要踢它 不要搞它 所以就是骨骯 就是撞了骨之後 是等著有機會再刺臟 刺臟的時候 那個墳才是漂亮的 才是找人看完風水 又見到很宏偉的 所以廣東人有這個刺臟的practice 就變了它比較適應 這個培植安葬 好 謝謝 網友也有問題想問 閃教授 這個叫Matthew 他說 閃教授你好 請問骨骯裡面的銀牌是什麼 還有什麼作用 那個不是骨骯 那個是招魂箱 招魂箱 招魂箱裡面有銀牌寫著這個人的名字 這個是一個identity 嗯 即是名牌來的 是一個名牌 名牌來的 好像那些job tag 啊 OK 即變回哪一位先人 即是說其實雖然你沒有它的遺體在那裡 但你有它的魂在那裡 那你用銀牌去identify這個魂 好 好 謝謝 好 我想說就是對於這個招魂箱的處理 是一樣是很嚴肅去處理的 好 阿朱元 多謝閃教授剛才那個介紹 我想問一下 既然譬如濱城他們的同鄉會都能夠起到這麼出色的牌流 或者你在北美拍到這麼多 你可不可以講得慢些 噢 在濱城譬如見到那些同鄉會 他們還有見到一些牌流在那裡 你剛才介紹過 在北美都有一些會館 一些建築還在那裡 香港其實那些同鄉會 剛才你說都有一些經濟實力很雄厚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他們都沒有起一些這樣的牌流 或者會館去 表示他們 即是你去體現他們的影響力 譬如你即使在 意大利中世紀 他們那些有錢的家族 都要建一些高的塔 在香港為什麼他們沒有這樣做 如果現在你在香港 尤其是上環 南北行那一大 你舉頭看看 有些大廈寫著 譬如台灣 台山商會 或者是潮州商會 在那個建築那裡寫了自己的名字 保安商會 即會掛一個招牌出來 這個是他們的建築 但就不是建建古式古鄉 那些 他們為什麼不這樣做 我想香港的物業發展得太快 如果我建一間這樣的廟 佔這麼多地 不如建了三十層的大廈 入式做多 香港人真的很實際 是 有請 挺可惜的 其實我覺得可惜 我這個不是問題 很感謝閃教授今天來和我們做這些講講 因為真的十分之有趣 而且是一個對我們對中國的鄉情 和通過這些同鄉會怎麼聯繫到華人 和國家和社會的貢獻 我只是想不知道可不可以程商閃教授 我們可以還有下集呢 大家都想 因為他有很多資料都還沒講 其實今天時間真的不足 你知道我只是講了很少 沒錯 我們說我很欠講的 如果你有請我就會來講的 一定請我們 所以答應了有下集 不是下集是第二集 可能是第三、四集 多謝你的邀請 還有沒有現場朋友想問閃教授問題 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可能還有兩三分鐘 有沒有朋友想問問題 是 如果暫時沒有 不要緊 可能待會我們結束 看看有沒有機會大家可以再聊聊 還有大家都可以在旁邊 欣賞一下同鄉會的刊物 我想裏面一些很珍貴的資料 還有我相信也有幾十年 肯定比我大了 也有六七十年歷史以上 可以過來看看 當然我們這個講座 最後一個環節也想請大家幫幫忙 我們有一個問卷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填一填 科技先進 所以我們就用網上問卷 大家可以用一個 手機掃描這個KR code 如果太遠朋友不要緊 我們很細心 我們義工朋友有個很近的KR code 在你旁邊可以數數 網上朋友都可以填上網上的問卷 希望透過這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大家給予我們意見 希望我們搖管未來的歷史講座 以及其他的講座 包括還有第二三集 善教授的講座 可以更加做得有聲有色 以及貼近大家的心水 大家可以用少許時間去貼一貼 剛才來的善教授 我都覺得剛才專員問的問題 就是整棟樓收租應該 收入可能也比較穩定 香港的租金、租務發展 所以我都見到有些 在頂端商會那些就是 那些是否可能是租給別人 或是賣給別人住 通常他們的叫常產就不賣 一租都是租務 要賣的時候已經是很魚 很結局 我們在同鄉會和同鄉會之間 經常都看你在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 都有比較 大家看 明白明白 大家在這題文件的期間 讓我預告一下 我們在歷史講座系列 還有幾場的講座 在當中 我們都想邀請大家 留意一下螢光幕 我們有第五講到六講 下一講 在明年三月 題目是保育項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講者就是領南大學協議副校長 學術及對學關係 歷史系教授 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部門主任劉志鵬教授 還有著名建築師及藝術家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兼任教授 可以欣賞的朋友 去到第六講 當然其中一位講者就是我們現場 丁宮 丁新炮教授 他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名譽教授 另外還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 館長吳志華博士 還有香港藝術館前館長首席研究員 司徒元傑先生的講題就是文化與歷史展覽 在香港的發展及在文化推廣的特色 所以大家如果想留意我們搖管這個歷史講座系列 大家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IG和網頁都可以瀏覽到 今天的講座時間差不多 我們再一次給掌聲鮫玉兒教授 多謝 我們下一次的講座系列希望見到大家 好 拜拜 多謝大家 大家有時間可以看看旁邊的